各位主人你们好我是小爱 欢迎来到AV日本教室 每天一部小电影生活多姿又多彩 今天是介绍一部旧同学的校友会电影 这部番号NYH009的日本AV 由于这一部电影在同一个地点 找来很多不同的女优拍摄 之后再跟不同的小哥哥回家 每一名女优分别出一部电影 这一部电影的女主角是白色衫的那位 她的身份是一名已婚的妇人 在旧同学的聚会时候 再次跟之前喜欢的男同学相遇 最可惜的是这位女主角已经是人妻了 但她也想好好地跟男主角度过今天 旧同学的聚会一般都是开饭店吃饭 之后玩到差不多的时候 他们相约到酒吧喝酒 因为在过程中不停喝酒的关系 大家已有半点醉意 所以玩起来格外开放 他们在轻谈的过程中 发现大家都是喜欢大家 还挑逗另外一位同学说 反正大家都是喜欢不如就在今晚开心一下 之后白色衣服的少女就和 这位小哥哥独自做 这个时候他们发现了一位红色衣服的 小姐姐在他们的前方 已经上下其手抚摸住 到了这个时候当然也不可以输给别人 他们也开始对大家进攻 但是这个时候被红色衣服的女孩子发现了 他们就去到门外玩乐器 这个时候有一位朋友发现了他们 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感觉到很不快乐 所以直接和我朋友说他们身体不是要回家了 当然回到家的时候就要大战一番 不知道各位主人们有没有试过 在旧同学的聚会上 我自己心爱的人相遇 虽然已经知道大家不可能永远在一起 但是快乐一天已经很足够了 在今次的电影中不知道要开多少次 不过各位主人要记住 一天做运动最多只可以做一次 如果不是的话会令身体受损 希望各位主人小心身体 如果想知道之后的事情发生 主人就要自己上网搜寻一下了 如果对荆棘有什么意见 可以直接在下面留言 记得订阅小爱的YouTube Channel 小爱也会很爱各位主人 每天来医泡生活才健康 希望各位主人们幸福快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